tutor 题目是家族的比喻 我们先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十三章 先看马太福音四三章 五十一节 马太福音的十三章 五十一节 跟五十二节 在新约二十页 十三章的五十一节 这里耶稣说 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吗 他们说我们明白了 他说凡文士受教 做天国的门徒 就像一个家族 从他的库里 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早上想跟大家探讨 这一小段圣经 他的主要内容是五十二节 五十二节 我们把它称作一个家族的比喻 有人形容他 因为这个家族后来从他的虎库 虎库拿出东西 所以也有人称为虎库的比喻 那这一个比喻 因为他连续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 我们在探讨马太福音十三章 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天国的七个比喻 前面 从十三章开始 撒种的比喻 拜子的比喻 芥菜种 免效 寻宝藏租 还有最后撒网 一连串 这七个比喻 非常出名 我们过去曾经片段的介绍 这七个比喻是一个系列 可以把它看成 因为种子就是福音 福音的种子撒在人的心田 它开始成长茁壮 所以过去我们会一系列把它介绍 这七个比喻是天国 就是教会 教会在世界上它发展的过程 以及它达到一个高峰时期的整个状况 那七个比喻到了前面 大概五十节之前 那三种比喻 那后来五十二节 耶稣讲完那七个比喻以后 他接着问门徒 这一切就是前面所说的七个比喻 你们都明白吗 他们说明白 我们姑且不去讨论 这些门徒是不是真的很明白 我看他们是明白一部分 可能是明白一部分 没有彻底 因为那七个比喻其实太深了 那是一个整个神救赎人的计划 透过教会去完成 一个很大的神的计划的经轮 所以没有那么容易了解 那门徒 因为我们从后来他们的表现 我们感觉他们也不彻底的那么明白 但是他们说我们明白了 耶稣听他们说明白以后 在紧接着讲这个家族的比喻 就是五十二节 所以有些学者 圣经学者 就会把这个最后加进来这个比喻 把它附带 加在这个七个比喻里面 我们通常是没有说天国八个比喻 通常没有 我们比较好净就是七个比喻 但是有些少数的圣经学者认为 这个最后这个比喻把它加进来 是一个完整 因为这个加进来以后 这一个系列 等于是耶稣讲了告一个段落 所以我们也可以 我觉得也可以这样把它附带加进来 所以即使有些圣经学者不是很赞同 不是很赞同 他们就认为 就是七个比喻很重要 最后这个是等于是 耶稣的一般的勉励 那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把这个比喻加进来 那我首先我要谈 耶稣讲这个家族的比喻之前 就是五十一节 我们再回过来圣经看一下 十三章的五十一节 五十一节 耶稣说这一切的话 你们都明白吗 他们说我们明白 他们说我们明白 这些话是耶稣对门徒讲的 如果前面七个比喻 分成两阶段 第一到第四 是耶稣对众人讲的 到那个面笑的比喻 那前面那四个 是耶稣对众人讲的 讲完以后 耶稣另外带他的门徒 另外到别的地方 到房子里头 另外讲后面三个比喻 讲完以后 耶稣才问门徒 这一切你们明白吗 他们说明白 所以那个对象 有点不大一样 有点不大一样 因此在这里耶稣问 他的门徒 这一切话你们都明白吗 他们说明白 可是如果说这些内容 对一般的听众来讲 不见得都明白 好我们看一下 马太十三章 第十节 耶稣在讲这七个比喻 耶稣在讲这七个比喻的时候 他一开始 他有谈到一小段话 这一小段话 我觉得是一个蛮关键的 第十节 耶稣进前来 问 门徒进前来 对不起 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 对众人讲话 为什么用比喻 门徒问耶稣 为什么讲话用比喻 十一节 耶稣回答说 因为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还有的 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还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去 十三节 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 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 也不明白 在他们身上 正应了以赛亚的议员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 有猛的心 耳朵花成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 因为看见了 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 因为听见了 好 这一段话 是等于是一个 插进来的一个解释 首先是门徒问耶稣 为什么对众人讲话 耶稣很喜欢用比喻 其实比喻的作用很好 有时候他可以透过某些事情 把很深奥的一些道理 把它铲明出来 那门徒问耶稣 为什么要用比喻 耶稣讲到他的重点 就是那个对众人来讲 十五节 他引到以赛亚先知的 以赛亚先知那个就是十四节 十四节 还有十五节 有些人 听也听不明白 听见了不明白 看好像看不见 那耶稣在这里 我觉得他解释的关键就是十五节 因为这百姓有猛的心 关键在心 关键在心 耳朵发尘 眼睛闭着 为什么他们要 耳朵发尘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恐怕心里听到道理明白 回回转过来 所以这些 某些人听到道理 不明白 有些是纯心 不想听进去的 关键在心 因为如果他明白道理 道理是劝人向善 离恶 弃恶重善 离开罪恶归向神 这是道理一个作用 那有些人他喜欢 甘愿就是沉沦在罪恶的生活 他不愿意 弃暗就光 他还是喜欢讲 勿烟瘴气的生活 放纵的生活 所以在这里 耶稣讲到 关键在哪里 心 根本不想听道理 你在跟他讲的更详细 更多 没有用 他的心封闭了 所以耶稣用比喻 可是 这个解释完以后 耶稣对门徒讲 那你们呢 你们是有福的 眼睛看见了 耳朵听见了 你们明白了 好 我们刚 我现在这一段解释 是根据耶稣讲 那个五十一节讲的 耶稣问门徒 你们明白吗 明白 那为什么有些人 不明白 有门心 有些人是程度太差 或者心不在真理 不在神这边 所以心封闭 所以 我们在探讨 耶稣门徒 明白道理的时候 我们相对 探讨一个问题 有些人不明白道理 因为心 根本不可目真理 那对于这种 不可目真理的人 神知道 耶稣知道 所以他就不白会口舌 不要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在讨论 这个家族比喻的时候 第一个 耶稣要讲这个比喻 之前他先问 明不明白 给我们今天 查考这段圣经的弟兄姐妹 给我们一个 等于是一个 一个启发作用 我们希望我们都是 跟耶稣门徒一样 明白 但是你要明白 你的心态呢 要可目道理 先决的立足点 我们要可目道理 经办神可目 到这里 或者说我们来聚会 才有办法领受 那这是有福气的 这是我早上讨论的 第一个重点 可目 那耶稣的门徒 明白 所以他们 当他们有不了解的时候 他们会进一步 问耶稣 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可目 想多了解一下 我们看一下 那个耶稣刚解释的 十二节 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二节 还有的 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还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去 有的 还要加给他 更多 好 今天我们了解 到底一部分 我已经了解一部分 可是我还 觉得不足 我想可目 了解多一点 深入一点 有的 还要给他 那你如果说 你连基本心态都没有 就算你有一点点 你根本不想多得 你不可能再增加 这是 不管从道理 从恩典都一样 有的还要给他 做工也一样 即使你有微小的力量 恩事去服事 越做越大 道理也一样 所以耶稣在这里 讲出一个原则 所以我们今天 明白道理 我们先不论我们 明白多少 至少我们 像耶稣一样 他的门徒 好 想明白更多 他以他们 私底下来求教耶稣 耶稣就这样更多 那至于那些 一般的大众呢 他听了 有的就忘了 不清楚就不清楚 他根本没有那种 追求的心态 好 那我们看回 那个 马太福音的十三章 五十一跟五十二节 既然明白了 既然明白 他代表一个什么 责任 责任 你明白这些道理 他相对的 加一些责任 所以五十二节 耶稣听他的门徒说 明白以后 耶稣才讲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只有一节 很短 但是很 很精烈 内容很扎实 所以五十二节 耶稣说 凡是 文士受教 做天国门徒 就像一个家族 从他的库里 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重点在 受教 做天国门徒 我们如果今天比较 广义来讲 我们可以说 我们是天国的门徒 属神的儿女 天国门徒 广义的 不需要吹毛求赤 如果你要吹毛求赤 耶稣清选的门徒 就十二门徒 或者保罗 他们特别的神拣选的门徒 那如果我们今天比较广义的 做天国门徒 信耶稣 广义的 只要你受教做天国门徒的人 他必须像什么 所以重点是挪到那个家族 他必须家族 一家之主 我们用今天来讲 我们今天在座有些弟兄 一家之主 对不对 你做这个家庭的大家长 是不是对这个家庭有责任感 一家大大小小的 都是看你怎么去照顾带领他们 这是家长的责任 所以一家之主有责任 我们自己的家庭 我们今天在座很多是家长 很多是父亲 或者这个家庭的长辈 他对这个家庭有 有引导照顾的责任 那耶稣在这里讲 凡受教做天国门徒的 他必须像家族 一家之主 教会也一样 教会的领导阶层 他必须好像一个大家长 他有责任 同时他有权力 或者说权柄 因为他是长辈 他必须照顾一家 大大小小 他们的需要 那一家大小 不同的需要 真的有不同的需要 你必须根据 个人不同的需要 照管他们 不同的需要 那我们今天很容易把这个挪到教会里面 家庭部分我就不探讨 我们用把这个放在家庭 教会里面是一个属灵大家庭 保罗在乙无首书讲的 教会像神的家 所以教会一个属灵的大家庭 教会的这些领导阶层 长职或者干部 他就像应该像一家之主 他应该像一家之主 照顾一家 所以他有责任 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比喻的时候 你要进入他一个关键点 门徒明白道理 既然明白了 为什么给你懂得这么多 相对给你责任 相对的责任 很多年前 有一次我去印尼 有一次去帮忙圣公 我去的时候 我印尼只有去过一次 去的时候 看到印尼出场很多香蕉 我们常常说台湾是香蕉王国 其实我们的香蕉不多 种类不多 印尼的香蕉 大大小小的 有的 我看差不多两尺长 一颗香蕉 一颗香蕉 一万 大概两尺长 很大的香蕉 它各式各样都有 还有小小的 大概我们的小拇指 长度只有那么小 我说那么小 我们现在台湾偶尔可以看到小香蕉 那是我第一次 大概十多年前去印尼看到 它整串很小 一个巴掌大 每一根香蕉 超过我的小拇指 那里的长子跟我介绍 这个是特别给小婴孩吃的 小baby吃的 很小啊 你觉得很可爱啊 都整串不够你一口塞进去 可是他都就没一根 就是我们的小拇指 那么长 而且更细 所以那个长子跟我说 这是给小baby吃的 我后来想 有道理 有道理啊 小baby他可能牙齿花也还不健全 或者还没有长成 你太大香蕉 他没办法咀嚼啊 所以他们就刚好找到这种很小的 很细嫩 小婴还可以吃的 那我在想 我就是这几天在想这段道理 生活上竟然可以这样 道理上难道不需要吗 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同的道理 大人听 目到朋友听 青年听 还有幼稚班小朋友也听 不同年龄层 同样道理 你要不同的表达方式跟深浅度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家长 我今天是小婴孩的 不要太小的 就是说好 今天是幼稚班的小朋友 你不可以用很难了解的 深奥的神学理论去灌输他 他根本不懂 有些人很喜欢讲神学 这是什么神学 太深了 我都不懂的 你要根据他的需求 他只需要耶稣道理 软弱的需要扶持 心灵空虚的需要得到饱足 他就需要耶稣的实质道理 你要根据他的实际需要 看他是什么状况 所以这里讲 耶稣跟他门路讲 如果你们真的是明白道理 那应该就像一个家长 照顾家人 不同的需求 拿不同的东西 在这里是拿新旧的东西 我等一下会提示 拿新旧东西 不同的东西 给不同需求的人 所以这是责任 是一种责任 因此我们在讨论这一段圣经 我想说 第一个 耶稣讲 环士 文士受教 在我们的观念里面 文士就是独立八霸 完全研究圣经的 特别是律法的 圣经里面有讲到很多文士 最出名的是以斯拉 以斯拉 以斯拉算很优秀的 而且从他以后 开始把他定型 一个文士的好像一个典范 专严律法 那在这个文士的很 奄远的时间的 奄远考究之下 他们比较慢慢走向说 专门研究律法 专门研究律法 传授律法 那这些律法是很严谨的 很严谨的 所以长时间演变 有时候会变成一种 专门字句上的专严 字句 文字上 字句上表面的专严跟要求 慢慢会失落一个 字句以外的道理的精髓 会慢慢失落 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他 这里耶稣没有特别去讨论文士 但是我们基本上从文士大概了解 耶稣讲 文士受教 做天国门徒 基本上我们今天 没有鼓励大家做文士 没有鼓励 我们讲做天国门徒 门徒是从生活入门的 所以耶稣门徒最早跟随耶稣 有人介绍 他们来找到耶稣 问耶稣哪里住啊 耶稣说你们来看啊 所以耶稣门徒是从观看耶稣的生活形态开始 从生活 实际的 不是只是纯理论的 或者纯知识性的 我们今天有时候会偏向 只是单纯走向 知识性的 我们今天如果可以 两者兼顾 又有知识性 又是生活性的 有学有类有感情有实际 不是天马行空的理论 所以这个要执中 那耶稣在这里讲 文士受教 有受教的心 受教的心 这一点很重要啊 受教的心 圣经里面讲 有一个作者 求神 给他有受教的心啊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很谦卑 虚心 学习 接受 那耶稣在这里只是一个比较广义的讲话 还是 文士受教 做天国门徒 你要今天做天国门徒 从生活入门 到底要了解 当你了解以后 你还是 换回生活的层面 你要 将你 所明白的 去帮助别人 好 我们看一下 马太福音13章 我今天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前面的部分已经差不多慢慢强调出来 我们大概记得那个12种比喻 12种比喻 13章开始的第一小段 一节到九节 那个我就不再详细读经文 3种比喻 耶稣 讲完以后 后来他有自己解释 他有自己解释 13章的17节 到23节 耶稣有解释 3种比喻 天国的道理 我们说福音的种子 好像种子 传福音 好像把这个种子 撒出去 请问撒到哪里 人心 听的人 这里有四种听众 什么撒路边的 荆棘从中的 这些都不好的 只有最后撒在好的地方 好土地 他有成长花芽 结果 所以撒种比喻 重点是 种子撒出去 关键在哪里 领受的人 什么样的心态 人的心 好像一块田地 什么样的心 能够接受到 道理 然后才让他成长 茁壮 好的人心 所以变成 心 要接受 我要讲的是 接受 人心预备好 他 欢喜 接受 神的道理 这是比喻的 第一个 你七个比喻里面 第一个比喻出去 就是撒到人心 所以人心的反应 有些不接受 有些成长 很艰辛 因为有一些 好像荆棘 很多 世上的情欲 诱惑 把你这个道 挤住了 让你花意不良 所以第一个比喻 最好的就是 好的反应 接受 成长 接受 好 我们要用一个相对的 接受 或者 种 种下去 种也可以 种在人的心 以人心来讲是接受 好 我们看 五十二节 如果我们刚讲 这个把它 附带在 第七个比喻后面 我们姑且 姑且 把它算 第八个比喻好了 你这样 对称 如果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你如果这样 排列组合 折中 对折的时候 一对八 对不对 一对八 第一个比喻 对 第八个 那第八个讲 好像家族 从他的虎裤 拿出去 现在是拿出去 如果以动作来讲 第一个比喻是 重 接受 第八个比喻 这个家族 这个呢 是拿出去 给别人 一个是接受 一个是 互出 圣经讲 施比受更有福 施比受更有福 施跟受 接受跟施出 拿进跟拿出 天国门徒 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 领受道理以后 你不能很自私 我一直藏起来 我独自享用 你要去传福音 传是什么 把道理分享出去 对不对 所以它会变成一个 很完整的一个 一个等于是有回流 有进来 有出去 过去有人 我很久没有讲这个道理 过去有人喜欢用 迦南地的地理 状况 来表达一个理念 那是说 我们信徒的信仰 要很活泼 它用海 迦南地的南部 不是有一个死海吗 对不对 死海现在很珍贵 因为听说有很多 各种矿物质 它缘分很高 所以你下去 很自然会浮上来 我们去那边玩的时候 基本上观光客都会下 死海里面 顾名是一时说游泳 不用游泳 就泡进去 它就浮起来 因为缘分很高 不过你要很小心 不要让那个海水 跑到眼睛 缘分很高 它会浮力很大 所以它很多矿物质 非常珍贵 那死海的一个特色 就是有进无出 一个道理是这样讲 北部的加利利海 加利利海 观光客也是必游的 这两个地区都是 观光客必须去游玩的地区 到加利利海 坐船 然后吃彼得鱼 一条台币五百块 很贵了 台湾雕 小小的 无锅鱼 台湾雕 是这样好听的 五百块 大家吃得很高兴 一条无锅鱼五百块 很简单的监口而已 很贵 听说彼得在那边捕的鱼 就是这个 所以称为彼得鱼 加利利海 为什么鱼会那么多 有进有出 各地的 很多 很多什么 那个 溪流的系统 汇集到 北部加利利海 然后沿着 叶荡河往南 进入石海 所以加利利海 它就是有进有出 水有进有出 所以它是活水 所以能够 养活 很多的水族 包括人 万物之长 因为它的生命 它有活水 那 石海呢 有进无出 有进无出 所以它是死水 有人用这个相对来代表说 今天我们信徒 我们的生命 应该像加利利海 不要像石海 加利利海 有进有出 你得到耶稣的道理 你满足 你分享给别人 有进有出 会这样会 会造成你自己里面 丰盛的生命 很活泼 那石海呢 你不断的接受 一直接受 但是你舍不得流出去 太自私了 所以它是一潭死水 即使它矿物质很高 可是它是死水 它没办法养活 那些水族 没有办法 所以有人喜欢用这个 来表达这个理念 那我们今天用这个七个鼻翼 第一个鼻翼 撒种 撒到人心 接受 当你接受以后 你不可以就到这里停了 你要慢慢成长 教会接受道理 开始成长 传福音 壮大 考验 到最后呢 世界传道 杀网 杀网出去 还有最后呢 整个结论 耶稣等于是对这个道理做一个总结论 家族的鼻翼 因此 我们在透过这个第一根 好 所谓的第八 做对称的时候 你会发现两个动作不一样 一个是进入 进入人心 一个是从你自己的心 拿出一些东西出来 拿出去 那拿出去是帮助别人 因为你像家族 有责任 那主要他是针对 七个比喻来讲 所以就是对天国的信徒 属灵的信徒 等于是对教会的信徒来做一个免利 因此我们不是在这里讨论 事上的一些其他的肢解的问题 就是说 你去帮助人 是帮助那些 有需要的 道理上有需要的 好 我在这里补充解释两个 这里所谓的家族是谁 家族 我刚刚已经大概讲了 教会的领导阶层 长直传道 好像大家长 到最后呢 门徒 到最后我们自己 每个领受天国道理的人 他都应该像 像 一家之主 他有责任 所以如果说 我们把他已经 从很广义一直缩小到个人 我们都做天国的门徒 我们应该像 家族一样 就是有责任感 对道理 你要守得住 你 接受进来 你要把他保守住 但是你不能一味的保守 你要拿出去 透过道理去帮助人 这是责任 分享 所以 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像 一家之主 那 这个仓库在哪里 人心 我们自己的心 你领受到道理 你的道理换在哪里 心也好 你的脑袋也好 没关系 我们把它用心来代表 你的仓库存在心里 道理要存在心里 因为你是明白人 明白道理的人 你要把这个道理 存记在心 而不是一听就忘 或者完全不保留 不行 你想像一个仓库 仓库就是堆 堆存很多东西 很丰盛的 所以这个仓库就是我们的心 好像我们的心 你要从仓库里面拿出心旧 好 心旧比较不好解释 我讲两个心旧的道理 这里讲 耶稣讲 好像家族从他库里 拿出心旧的东西 拿出心旧东西 新旧东西是什么 原则上 它不是 不是两样 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又来 又是旧的东西 它是 基本上它应该是同一样 旧的 也是新的 历久弥新 历久弥新 我小时候 因为我的祖父 他是大财主 淡水的大财主 他有一个花园 超大型的 很大的花园 我从小就在那个花园里面 玩耍长大 所以有些 有关花园里面的一些园艺的东西 我稍微懂一点点 那种盆栽 不管是 小榕树的盆栽 有的榕树 它只是种在一个小盆栽里面 小盆栽 它有的已经四五十年 如果以算年纪 它可能四五十年 可是 因为它限制在一个小小的 那个盆栽里面 土有限 然后限制到它的根的发展 如果说你不要用盆栽 你把它种到一个空旷的地上 它还是长大成大棵树 所以今天它放在一个小盆栽里面 那就是盆栽好玩 那因为盆栽它都有雕塑 特别的形状 让你看起来很赏心悦目 可是好像我们的头发 你要一段时间都要经过整理整修 对不对 你们看我头发今天不错 早上才被修理的 要经过整修 不然会乱掉 那我很小时候 我父亲就告诉我 这个盆栽 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经过很多年 慢慢雕塑 成我们喜欢的样子 每年 春天之前 春天到 你要把所有的树叶 跟树枝 不必要的 它能剪掉 让它光秃秃的 春天到 它就长出新叶 它会保持原状 如果你两三年不整理 它就乱掉 很乱 所以我现在也是一样 家里空间不大 我也是种小盆栽 热子不皮 每年 每年春天到了 我就把不必要的树叶 你不用担心 所有的旧叶 通通剪掉 不必要的枝 剪掉 维持最基本的样式 它春天到 它长出新叶 还是很漂亮 你说它是新的吗 它可能好几年 可能一二十年 如果像我祖父的 那五六十年 它是小小的 叶子呢 新的 你看今年新长得 很干净 很光滑 新叶 老树干 新树叶 我还在想 耶稣这段道理 从我们的心里 拿出新旧的东西 所以我讲两个 一个是 我们过去所听到的道理 如果用道理来讲 来解释 我们心里存着神的道理 过去所听的 然后经过 十过境迁 一段时间了 那些道理 重新在我们心中 滋长 领悟 感受 出来 你说它是新道理 哪没有 它早就在你心里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 跟不同环境的考验 你可能领悟 体悟 或者重新去认知 它的意义 不同方向 道理藏心 不会说过去了 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说要把道理藏在心里 就是这样 不可以丢掉 耶稣说 从我们的虎库 拿出新的 也是旧的 新旧 如果比较偏向字面上的 字面上的 耶稣也要讲 圣经里面的道理 过去我们所谓的旧约 还有新约 我们今天整本圣经都学习 都讨论 但是有些旧约的要求 因为在耶稣救恩还没有完成之前 所以很琐碎 包括拜神的 以前的会幕 圣殿里面 很多很琐碎的 什么要点灯 要 要献祭 很多那种规矩 那是在耶稣的救恩还没有成全之前 透过这些规矩 让人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可是到了耶稣完成救恩了 这些不用 琐碎的问题不用了 那只是代表说有罪的人 不能直接跟神沟通 那今天耶稣已经替我们完成救恩 所以那些琐碎不必要 那耶稣呢 他就是从旧约里面 这样子走过来 然后进入一个新的纪元 好我们看一下 约翰福音的第五章 耶稣本身 讲到他自己的时候 他是这样过来的 约翰福音的第五章 三十九节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 你们查考圣经 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经 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本圣经 耶稣所开始引用的很多都是旧约圣经 所以他不是把旧约圣经这样一刀斩断过去都不要 没有价值不是 耶稣出来以后他开始 因为很多人对他的身份很质疑很怀疑 耶稣就在不同的场合他就讲了 给我做见证就是这经 就是这些旧约圣经里面很多东西 所以他从耶稣本身也是一个证明 他是从旧约这样走过来的 好 我们再看路加二十四章 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二十六节 二十四章二十六节 这一章讲到耶稣离世以后 后来耶稣护活了 那因为时间太短暂 他的门徒还不知道 大家还留在那种 耶稣离世那种忧伤当中 那这一章讲两个门徒 以马勿施的两个门徒 他们很忧愁 然后在半路上 耶稣向他们显现 很意外 这两个门徒竟然不认得耶稣 一路跟耶稣讲道 讲话这样 他们还不认得耶稣 所以耶稣后来就点名了 就说 你们的心太迟钝了 那我们是看二十六节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二十七节 于是从摩西汉众先知起 环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我们注意在这里 耶稣从摩西汉众先知开始 这就是旧约圣经的 有关弥赛亚 就是耶稣基督救赎的道理 所以耶稣本身 他也引到旧约圣经 活用 有关这些 有关他的 从旧约圣经先知所讲的 一路这样讲过来 为门徒讲解 真的是 按时分量 门徒正在忧愁之中 他们的关键就是不了解 互活的道理 耶稣受害的道理不了解 连不起来 这种道理是片段片段 连接不起来 所以你今天到底要连接得起来 才会灵活 才会灵活 你不能断掉 你那个气要流畅 好像我们那个什么 中医的内在那个气要通 你不可以切断切断 就不通了 不行 所以耶稣这就是他流通 道理能够贯穿 从旧约贯穿到信约 这个贯穿以后 其实有他的 他的结果 我们跳过来看那个三十二节 只是事后他们才回想 才感受到的 后来耶稣 突然不见了 到三十二节 他们回想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 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岂不是火热的吗 道理贯穿了 心里火热 你如果把这一章前面 心里很忧伤 很灰暗 我看他们也不想继续做门徒 没有希望 心里很灰暗 结果耶稣把道理讲解清楚 他们当时还 不会讲这种 只是事后回想起来 当时怎么心里火热 耶稣把道理说通了 那这个就是耶稣 引用到旧约圣经 一直到他 继续到他本身 所以我们在讲 要是讲这个家族比喻的时候 家族应该从他的库里面 仓库里面 拿出新旧东西 我们先把这个 就是说过去领受到的 不见得没有价值 它可能是一个基础 会慢慢延伸 然后到一个适当时机 你可以感受到 它所呈现的一个精华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从旧的到新的 过去的到现在 恩典也一样 好 如果说我们先把 恩典说最一个切割 过去的恩典累积 也可以造成今天的信心 领受更大的恩典 从过去到现在 新的跟旧的 所以原则上它是连贯的 不需要切割 那如果说一个 一个人他心里好像仓库 很丰富 很宽敞 然后东西很多 假设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 一个信徒 你心里很丰富的道理 很宽敞 然后那很多 那不是一个很好的信徒吗 所以耶稣在讲这 天国七个比喻的时候 最后这一个应该是 好像一个结论 应该怎么样 他应该领受以后 他也能够 分享出去 那你今天要领受 你已经成为信徒了 你不可以自满自主 诗篇四十二篇讲 好像路可目吸水 我们应该像路可目吸水 非常切慕神 亲近神 可目吸水 那你领受道理以后 你要丰富的存在心里 各罗西书的三章十六节 你们自己记下来 我们时间到了 保罗讲的 我们要丰富的把基督道理存在心里 很丰富的存在心里 各罗西书三章十六节 道理不是很平滑的 不是很少量 是很丰富的 我们今天里面说很多道理 你要丰富的存在心里 对我们自己有帮助 也对人有帮助 当你存了很多 你才能够需要的时候 很随意的斟酌情况 拿来帮助别人 我在想 耶稣虽然懂那么多道理 他并不随便把道理丢出去 那么说我只要丢出去就可以 他是针对不同人 我们会记得 一按福音第三章 有没有 耶稣跟那个尼哥迪姆谈到 有没有一个 一个做官的 一个知识分子 因为他有他的特殊身份 他不方便 所以他利用晚上来找耶稣 谈道理 耶稣跟他谈那个 那个重生的洗 洗礼的问题 很严谨的 纯粹论道理 因为他的身份 他是官 他是智慧人 他虚心 耶稣就跟他讨论 很深的道理 那是第三章 第四章呢 撒玛利亚的妇人 一个生活很败坏的妇人 但是心里总是不会 不会很充实的 有一次 他刚好在井水边 耶稣刻意 跟他要求水喝 耶稣没有用 很严谨的说 来谈道理吧 那太代办了 耶稣跟他要水喝 那个撒玛利亚会得很奇妙 奇怪 你是犹太人 我们是撒玛利亚人 彼此不往来的 你怎么一个大男人 跟我这种女人 这种角色的女人 要水喝 很不搭调 他觉得很奇怪 他就这样跟他回问 你为什么跟我这种女人 要水喝 耶稣才慢慢切入重点 我要水喝 我要活水 井水就是活水 透过井水来讲 救恩了 耶稣不是从论道开始的 是从生活跟他谈水的 很自由的 不同人 不同需要 像我刚刚讲的 小婴孩吃那么小的香蕉 你不能给他那么大人吃的 太粗了不行 你给他小小的 今天是一个知识分子 保罗也体会到 所以他说 他跟那些知识分子 哲学家 他就谈哲学 可以 但是他不能老是把哲学挂在嘴巴上 不能好高骛眼 所以他很实际 很生活化的 那耶稣也是一样 所以耶稣讲 他不要求我们做文事 他说我们今天想门徒 成生活入门 跟随耶稣的人 就是耶稣的门徒 天国门徒 我们从生活开始 我们都是很平凡的 小老百姓 我们可能没有很高 很高深的那种神学教育 所以我们没有 没关系啊 不宝爱 只有我们真的认识耶稣 欢喜领受耶稣道理 有什么困难呢 我们最后看一节圣经 耶利米苏十五章 耶利米苏 就业圣经的 耶利米苏十五章十六节 我这一节是要确认 领受到神的道理以后 我们的心态 应该很欢喜高兴 耶利米苏十五章的十六节 就业圣经九百零二页 九百零二页 十五章十六节 耶和华万经之神啊 我得着你的言语 就当食物吃了 你的言语 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因我是称为你名校的人 这里是耶利米先知 他表达的 他得到神的言语 就当作食物吃了 属灵的食物啦 属灵的食物 我们一般需要肉体的食物 精神的粮食 可是我们灵性上 我们也需要灵性的食物 就是神的道理 那这里作者说 他能够听到神的道理 他的心态是欢喜快乐 而且他是称为神名下的人 敬拜神的人 我们今天是耶稣名下的人 所以我们听到耶稣道理 我们应该心里高兴 渴慕神的道理 真的是渴慕神的道理 在这一两年啊 因为疫情我们聚会 不能很稳定 很长时间我们可能要在家里听直播 私底下听了不少弟兄姐妹讲 还是很怀念到会堂的实体聚会 但我们不能按照我们所期待的参加实体聚会 我们弟兄姐妹很多心里 真的有不满足感 真的我觉得那还好 反应说我们信徒还是渴慕神的道理 渴慕亲近神 这是指的我们安慰感谢神 但是我们觉得说 就像我们今天一起所学习的 我们既然做天国的门徒 我们应该渴慕神的道理 而且相对有责任 我们领受神的道理 好像第一个比喻 把道理接受到了 如果说我们的心田是一个很好的土地 你要让他成长 开发结果 然后分享出去 拿出去 给有需要的人 这是传福音 也帮助自己 也帮助教会 保罗很体会 很体会这个道理 所以他对提摩泰讲一个 应该是教会永续长存的一个关键 我们看一下这个关键 讲完我就结束了 提摩泰后书 提摩泰后书 第二章 第二节 因为保罗在教导提摩泰 整个提摩泰后书是保罗针对提摩泰 这位 传道人界的领导阶层 给他一个经验的传授 所以这个很适合我们今天在牧养教会 传道人或者教会的长直 很确实需要的一个理念 二章二节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这是他的幕会经验他也指导提摩泰 除了严守真理除了多祷告 真理跟圣灵的帮助保守之外 在人的部分一个是经验的传承 另外一个是道理的教导 道理要特别教导 有时候我们很随性 听听就忘 听听就了解部分 不是很扎实 所以道理要教导 这一节是保罗的教 他告诉提摩泰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 我所教训的 如果我们在这里把人 这个教导的部分 如果保罗算第一代 第一代教导者 耶稣那个是不讲的 就是说保罗算工人第一代 第二代提摩泰 他提醒提摩泰 当你要挑选第三代的接棒人的时候 你要考虑 第三代的这个工人 他本身也必须有教导能力的 这种潜力的 不然你的工夫会白会会中断 所以保罗是第一代 提摩泰第二代 第三代是提摩泰教导的人 第四代呢 就是那个能够再被第三代教导的人 所以第三代 他也是一样能够教导 这里是四代传承 工人的传承 我们今天透过一般的聚会 透过圣经讲席会 我们是大众化的讲席会 我们比较 现在已经 我觉得我们这几十年 不常很密集式的工人训练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我们工人的比较缺乏 就是这一部分的训练 有时候还不是很够 所以在这里 他是四代传承 工人的训练 讲解圣经 特别的造就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教导的能力跟恩事 听可以 听一般都可以听 你今天要吸收 你还能够去教别人 教你要能够归纳 再用适当的言语表达出来 这有时候有他的困难 所以你要教导 你要讲到一个关键的地方 所以这个有困难 所以因此要筛选 所以保罗告诉提摩泰 你要注意 这是一个教导的工作 所以我们在这个 这个家族的比喻里面 他能够按时分量 他把他的新旧道理 按照需求分出去 那就是一种教导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今天大家都有办法 领受神的道理 重视神的道理 丰富存在心里 在适当时机 可以从心里拿出 那些道理的领悟 体会以及恩典 去帮助别人 他们也继续把这些道理 分享出去 我想这是 在这一段 我们可以一起分享 跟学习的地方 那早上就讲到这里 我们再来唱诗 二十三首